說說布條長出雜草遮住建案 台灣時代鬼屋之一的 嘉義民雄鬼屋 留家地主委託房仲 要賣前面這一塊補錯建地 但布條過了兩年 房仲說詢問的人多 但到了最後一刻卻都下不了手 考慮多一點 為什麼 會考慮到什麼 心理醫師嘛 有的還要做成功 有的還要去廚 還要做保養廳什麼都會有 但是要做手這個就不算下去 因為要賣的建地緊鄰鬼屋 面積375坪 每坪開價3.6萬元 共一千三百五十萬 跟附近的地價相差不遠 對外公告要賣 兩年過去沒出現有緣人 現在的民雄鬼屋殘破磚瓦 不滿藤蔓荒草 白鐵遊客不少 還有打油帶團參觀講解 這棟一九二九年新建的古措 至今九十三年 留家人早期是望族 有婢女隨身事後 時空變遷 後代搬走 當地傳聞有婢女投警 軍人開槍 但都沒被證實 現在內部設置咖啡廳 飄出咖啡廂 讓鬼屋少了恐怖感 多了溫清氣息 嘉義民雄鬼屋 穿著附會傳說多 留家人開架千萬 要賣前面見地 開賣兩年 詢問買家多 最後卻因為諸多考量 任未成交 詞秀的國學紅樹豬 嘉義憲報道